台油综合实验台 首先我们将所需要检测的过滤器装上去旋径 然后我们打开主机以后进入操作界面 首先进入系统 然后我们将主机设定一个需要的参数 先把转速设低一点 启动主机让系统运转起来 然后逐步的增加转速 观察压力表变化 根据所需要的参数不断的增加转速 这时候 转速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下 主机压力也会随之增大 这边是加灰系统 当我们需要加灰的时候 我们把加灰系统油加好以后 开启循环棒 循环起来以后 然后我们搅拌均匀以后 循环均匀以后 然后我们开启加灰 加灰阀 这时候搅拌好的 加个灰的那个油 就会经过加灰阀 加到注入到检测系统 当我们加灰完毕以后 关闭循环阀 关闭加灰阀 然后我们开启清洁油落 再开启循环 这时候循环棒里面的那个被污染的油 经过清洁系统以后 会把油漏进行清洁 这边是英文系统 同样 然后这边是英文加灰系统 当我们系统需要加完油以后 需要搅拌的时候 打开搅拌电机 调到一定的转送进行搅拌 这边是右边的 每一个油箱里面 都会有一个搅拌电机 对系统进行搅拌 测试完毕以后 我们可以将过滤区 停下来以后将过滤区拆掉 后换其他的 对系统进行搅拌电机